中国文化 前面讲到黄中西 孤雁武 王富兹和他们的学生 一路上都很辛苦 备手磨难 那么他们所创造的文化 我们可以做一个定义 叫做一种高层前沿的哲理文化 这种文化呢 就像是云中的白鹤 就像是海上的灯塔 人们都能遥望 却很难捷径 我们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 这样的文化虽然高超 却不是文化的全部 和他们相对 中国文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部位 那就是社会世俗的审美文化 大家对比一下 前面是高层前沿的哲理文化 相对这种叫做社会世俗的审美文化 这种社会世俗的审美文化 虽然很难用哲学语言进行概括 却是一种社会普遍的真实享受 是一种人来人往的充分投入 有很长时间 高层知识界 对这种社会世俗的审美文化 有点看不起 有点熟视无睹 但是按照现代国际公认的 文化人类学的观念 这种文化可能更重要 更基本 更人性 因此也更有历史价值和国际价值 因此对于那些 对他们熟视无睹的 高层知识界来说 他们如果看不到 是他们的损失 是他们在学术上的一个重大缺陋 因此我在讲过黄中西 顾炎武 王富之 这些高层前沿的哲理文化之后 马上接着要讲 和他们相对的 叫社会世俗的审美文化了 那么 大家懂得 当时的文化状态的朋友们 一听就知道 我要讲这两种文化 一个是昆曲 一个是小说 是典型的 社会世俗的审美文化 那么我先讲昆曲 这个会讲比较长的时间 因为我相信我的好多学员 对昆曲听到过 说不定也欣赏过 对他不太了解 但实际上 他是当时几百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中国文化的审美方式 大家应该知道 大家应该知道 好 昆曲的审美文化的审美文化 那些名字 我们如果在拜访 也不太公平 你看 一边是天天思考着如何来改革封建军职制度 这个时事会面临危险 他另一边 天天在策划着如何改革这一段唱枪的音乐 毫无危险可言 一边是秘密 结交着恶学的反抗知识 设计着一个又一个的谋略 另一边呢 到处在寻找着适合的剧场舞台 讨论着一个一个的剧本 这边呢 长久考证着那些艰生的远年古文 试图重新来解释历史 而另一边呢 却密切地关注着 有没有最有吸引力的年轻的男女演员 试图能够刷新下一位的票房记录 你看啊 一边是沉重的优势 一边是轻快的美丽 我们当然应该 对那些沉重的优势给予百倍的尊敬 但是文化不能只是这样 不行的话 你可以看一看自己家里的老母亲和小女儿 他们的笑容 以及街坊邻居他们的期待 这些普通的人 他们听不懂那些艰生的话语 也等不及 你们整治社会的药方哪一天尖笑 他只向当下就投入快乐的享受 就像直接去面对感官的舒畅 我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 两头都可以深度投入 但是我又不都不承认 当我从这一头跳到那一头的时候 也不免有一点艰难 比如在昆山 我在看完顾眼舞顾居之后 立即需要面对昆区的遗址呢 我总要先在田庚里边转一转 在小桥边站一站 换一种心情 换一个方位 这种转换虽然有点突兀 但仔细一想 还是很幸福 文化给人类带来了多重门户 可以让我们自由选择 谁叫出入 从一个门转到另外一个门 虽然有一点陡然的陌生感 但是我毕竟踏进来了 由此证明 我有参与多种文化的权利和能力 这就是人生的美好 我很想把这种转换的美好 带给所有听课的朋友 说了那么多 我们可以真的走到昆区圈子里边来了 大家已经听过 我在讲到中国戏剧的晚起 晚起古希腊悲剧 还有晚起印度的繁据 很多很多年的这样一个文化状态 我还分析了中国戏剧晚起的原因 我有讲到中国在元代 弥补了这种晚起所带来的深深的遗憾 我们的原杂句 按照王国伟先生的说法 另于世界悲剧之灵 也毫无愧色 那么 这个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顺便还会记得 写都尔院的关安清 写西乡记的王师傅 还有写赵氏孤儿的鸡君祥 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些重要的名字 元杂句 我讲过 他新生了几十年以后 轰然倒下 那个为什么轰然倒下呢 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艺术精华 发挥已经完成了 所以他倒下的时候 也像个壮士 倒下的非常的让人感动 那么他这个倒下 一定是有一种戏剧替代了他 这个替代他的戏剧 就是昆曲 他们没有经过什么协商 这个艺术形式之间的替换 用不着协商 就是昆曲 他已经慢慢的上来了 广大观众开始喜欢昆曲了 喜欢程度超过了元杂句 元杂句 一看就自动的推出了舞台 说是自动也带有一点被动 因为真正的主动者是观众 观众开始选择了昆曲 那么我们要问 昆曲 怎么会一下子 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把元杂句都比下去了呢 这就牵涉到 昆山一个地方 所发生的一场 昆腔的改革 昆句的唱腔 简称叫昆腔吧 昆腔的改革了 这个我多说两句了 因为研究戏剧的人多数是文人 文人是不懂得音乐的 他们往往从剧本上来考虑问题 所以他们在写戏剧的心肥史的时候 常常在想一个个剧本 一个个人物 从来很少涉及到唱腔和音乐 其实我们现在好多地方的吸取改革 往往为什么没有成果呢 因为他们闹来闹去就是剧本 剧本的闹来闹去就是奇才 最多找几个有名的演员 或者在舞台美术和导演上下些功夫 这样闹 我作为一个上海戏剧学员 原来做过多年的院长 我不能不告诉大家 这样的吸取改革是很难成功的 戏剧改革的要害是在于唱腔 就是你一发声 这个唱腔立刻钻入了观众的耳朵 观众顺着这个唱腔寻舜而去 你就是成功有一点希望了 我们现在为什么 好多年轻的歌手被称为天王天后 他们的歌唱晚会 为什么永远是人山人海呢 就是因为唱腔把人吸引住了 这一点难道不值得我们 不断在搞吸取改革的人 好好的想一想吗 你们再在折腾题材剧本 再在折腾舞台化妆 用处实在是不大 这都是配合性的因素 最关键的是音乐唱腔 所以在几百年前 昆去的改革家懂得了这一点 他们首先在唱腔上找手 这个抓住了牛鼻子 大家好 我是于秋雨 我们继续讲课 上次已经从三位思想界的三间课 过渡到了我们世俗的审美状态 就是昆去了 讲到昆去的时候 我就讲到 在原杂剧已经风行到了 达到了世界名剧 也可以一笔的这样的辉煌的时候 他却悄悄的被另外一个剧种替代了 这个剧种叫昆去 昆去怎么会突然一下子成功了呢 非常重要的一点 他是实行了唱腔和音乐的改革 我讲到任何戏剧的改革 一定要从唱腔入手 而不是像我们现在的很多戏剧史家和戏剧评论家一样 说来说去就是剧本 就是题材 就是演员 就是舞台美术等等等等 因为他们都是文人 不懂得唱腔和音乐 所以导致了我们的戏曲改革很难成功 原因是这样 那么在很多年以前 昆去的改革家懂得了这一点 就一下子让昆去获得了新的生命 这里我可以稍稍说的远一点 就是原杂剧 他成功所依附的唱腔呢 我们简称为北曲 北方曲调 北英 北方的音响 北曲北英 他在非常辉煌的被官汉清王师傅 集军下他们折腾以后 折腾得极其伟大 极其光彩以后 他很快就被厌倦了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 好多人认为伟大的作品是不会被厌倦的 恰恰相反 越是伟大 越容易被厌倦 原因是何在呢 因为伟大的东西伟大的东西传播很强 圈天的人很多 仰望的时间很久 他就碰撞到了观众审美心理的边界 神秘心理的边界就是被厌倦 所以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审美心理学 或者又叫观众心理学 这本书里边讲来讲去就是 如何要调节人们的心理 是厌倦这两个字晚一点出现 如果出现了 我们马上就要转型 再伟大的审美对象 也迟早会面对观众抱歉的 转移的眼神 正因为北曲和北影 被观众厌倦了 所以南曲和南音就悄悄地占据了位置 大家慢慢地感觉到 南方有一些曲调 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但是真正有出息的人 不能等待着以前的作品被厌倦 观众就会转向我们 光是这样的等待是不对的 你必须自己创造 你必须让自己有价值的改革 来吸引人们的注意 必须是这样的 好多人说你厌倦他了 一定会大家转向我了 那不行 看来你怎么也没有等级 怎么也没有生气 大家已经要转移的眼光 又会转到别处 但是南方 南曲和南音 遇到了一群非常好的改革者 这就非常了不起了 就昆山的 就昆山的魏良辅 他认为北区的转移 这是必然的 但是南曲却有一个毛病 就是过于平直简陋 缺少意义和运质 因此一定要狠狠地改革 所以他们长久地投入了南音和南曲的改革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首先的一点就是在发扬南曲南音的好处 这种优扬 那种自然 那种和大地紧紧贴在一起 具有南方山水的自然用味的这个优点 但是一定要克服平直简陋的缺点 那就是向自己曾经的对手 北区和北音学习 所以魏良辅 他作为一个唱南曲的人 就到处打听 到处寻找北区和北音的那些演唱者 当时交通条件非常艰难 当然更没有录音设备可言 所以像魏良辅这样的人 在寻找北音和南音的组合 北曲和南曲的组合的时候 难度确实很大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年轻人不小心来到了魏良辅的前面 这个年轻人叫张也堂 野田野的野 堂水堂的堂 他是瘦州人 应该是安徽北部 瘦州 因为好像犯了一点事 就是犯了一点罪 就发配到江苏太昌 他一定是个快乐的人 虽然是发配远行 他带了一个选索 在劳动的时候不断的弹唱 这个既然带了选索 北方的选索在弹唱 那我很惭愧 不能不说一点北方南曲的乐器了 南曲呢 实在是很简陋 主要是锣固 有的时候靠人工来帮枪截枪 起一点蹭透的作用 所以他这个张也堂 随身带的选索在唱北曲的时候 把太昌当地的人都惊住了 都觉得太奇怪了 这当然就传到了魏良福的耳朵里边 魏良福到底是内行 到他身边听他唱 听了整整三天 听完以后 战口不绝 两人就成了朋友 这个魏良福呢 已经年过半百 他有一个很出色的女儿 这个女儿呢 也是唱曲的专家 历来有很多归公子都来求婚 他都不成 后来由于这个还带有罪名的张也堂 唱曲实在唱得好 在家里边经常交往 所以女儿就嫁给了张也堂 这到底是魏良福的主义 还是女儿自己的主义 那我们不清楚 反正这一家三口 三个唱曲家 就组成了昆腔改革的最佳组合 中间当然有好多新的乐器的 组合加入 又寻找了一些别的人 这个过程比较复杂 我就不讲了 但是这个整个过程的组织者 是魏良福 他是中心 所以我在昆区改革这件事情上 把手工夹在魏良福的头上 我过去找戏剧学的博士生的时候 我总是喜欢出个考题 让考生说一说昆腔改革的领袖 有一次一个考生 只知道他的姓 忘了他的名 就在考卷上写劳位这两个字 我看了就哈哈大笑 就劈着就感谢你 把他叫得那么亲切 但是我还不能娶你 这个名字还应该记得 那么昆腔在保持着南区和南医的基础上 由于张也棠他们的加入 增加了北区的长处 进行不断改革之外呢 还需要找到一个剧本 就要用一个完整的戏来演绎 好 这时候就出现了 我前面讲到那个名字 叫梁成宇 梁成宇也是昆山人 那个比威廉甫小了一倍了 他是一个当时 所以非常风光的一个交际达人 文化程度也很好 他写了一个很好的剧本 叫《幻莎记》 写那个西斯范里的故事 大家就把威廉甫 张也棠他们修改完的喷枪呢 在这个戏里边冲锋的呈现 呈现的时候呢 这要感谢一下梁成宇了 他把这个剧本啊 《幻莎记》这个剧本啊 写得非常典雅 这一点雅以后呢 就是美丽的唱腔 北区和南区加在一起的唱腔 再加上非常典雅的文词组合在一起呢 立即产生了广泛的吸引力 这个由于典雅的文词 决定了昆去以后 走向典雅的这么一条路子 而且又由于典雅的文词 把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都吸引了 这个呢 所以我就把这位梁成宇算在第二名 算在魏良夫之后 对昆去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 那个戏一演出呢 那情况和一般的昆墙改革就不一样了 就要在练白上下功夫 在服装脸谱 表演上下功夫 这样的话呢 就呈现了一个整体的 既美丽又典雅的一种艺术样品 在舞台上一点点演出 这个呢 严格意义上 可以说是改变了中国文化的一种走向 南方的文人学士 他们对昆去的投入 首先是像幻沙季这样的剧本 和美丽的创枪对他们的吸引 但是他们的投入具有极大的社会传染性 一传染呢 好多朋友们都去了 哎呀 这个文化水平那么高的人也去听了 那我也去吧 我过去不好意思进入剧场 我现在也去了 听听口口相传 结果大家发现 昆墙的音乐确实好听 大家可以设想一下 这些乐的音乐 由于那些高雅知识的示范 就是几千年来 大家不愿意唱到歌舞的那些汉族的君子 一下子获得了释放 一释放呢 他们也唱起来了 一唱发现自己也有不错的歌舞天赋 于是就在新的程度上 就是找回了自我 充实了自我 完成了自我 中国 既世界的人格结构 由于昆渠发生了变化 这一来 理所当然 昆墙火了 昆渠火了 那么演唱的人也火了 而且是烈火燎原 大火特火 这个燃烧了很久很久 你知道昆渠在中国土地上燃烧了多久吗 这个数字有点吓人 两百多年 这两百多年 突破了中国文人原来的审美精尺 感谢了中国人的集体风貌 中国文化在一一一一当中 进行了一次历史的自嘲 在自嘲过程当中 进入了一个新的形态 在古今中外的文化史上 艺术大家有两类 一类是开启型的 一类是规矩型的 那么我所说的威良福和梁成瑜 肯定是开启型的 因为开启型和规矩型的 形态的区别是什么呢 就是看他们身后 他们这个视野到底是更热闹了 还是走向了沉寂 开启型的呢 在他们身后 他们所开启的视野更热闹了 规矩型的也不错 但是他们的特点是在他们身后 他们的视野就走向了沉寂 那么威良福梁成瑜之后呢 昆取史也是大开大起 那么昆取的热闹的程度 可以到达了近史黑所的程度 我在好多年以前 曾经用很多的报告向国际社会说明 人类艺术史上 第一个热闹的官局范形是中国昆取 我把它和世界上很多很多的戏剧类型相比 来证明官局的状态 官局的方式 官局的热度 组合在一起 就表示这是人类戏剧史上 第一个审美形态 我把这个反复的讲 反复的认述 结果和昆取进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大家一定以为 能够进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定是聚本好啊 演出水平高啊 其实这一点一点不重要 因为这我有无数的其他例子 可以把它冲掉 我如果提出 这是人类史上官局人数最多 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剧种 这就有说服力了 那么我正用这样的一个说服力 来证明 它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研究状态之一 好 我们下面再讲